民国初年中国有四大家族 蒋家天下 陈家党 宋家姐妹 孔家财 其中宋家姐妹民间有个说法 大姐宋爱玲爱钱 嫁给了财富满满的孔祥熙 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 也是当时的财政大臣 二姐宋庆龄爱国 嫁给了孙中山 三妹宋美玲爱权 嫁给了蒋介石 不过宋庆龄却不太能够 接受妹妹嫁给蒋介石 因为宋庆龄服应于孙文的思想 当时的外交政策是联俄融共 可是蒋介石掌权之后 却开始清党 所以宋庆龄曾经讲过 与其让妹妹降给蒋介石 她宁愿让妹妹死 没有任何人的力量 无望的胜利不可能 所以现在我们继续继续 不仅是每个美国的宋庆龄卷 但每个领导的领导 1943年第一夫人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掀起一阵宋美玲旋风 她利用简短引进据点的美丽慈藻 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并成功改写抗议历史 我制服了美国人 制服了美国的这个朝野人士 所以她那一趟几个月的一个 从美国东部到西部 又到东部去 那一种刮起的一份雄风 我们讲她遇到了多少天 遇到了非常可观的景土 开罗会议有没有 那些重要的会议 就是像夫人出席 我会觉得说 她担任了一个很好的 这种外交官的一个身份 国际上第一次的雄猫外交 也是宋美玲的点子 她美丽聪明 雍容华贵 与成长背景大有关系 她出生在富裕的传教士家庭 十岁就跟两个姐姐一样 赴美留学 她们那个时代 能够像宋家三姐妹 但是太困难了 万中无一的 那她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栽培以后 你回来 你接触的一定是最顶尖的 但宋家一开始便不有钱 父亲宋家树是传教士 后来靠经商致富 她财力雄厚 不仅出钱把大部分资金 用在支持孙中山革命 还出女儿 因为孙中山回国 这个革命成功之后 这个需要身边有一个帮手 宋爱玲回国以后呢 就担任了这个孙文的秘书 英文秘书 然后那个时期呢 其实孙文的浪漫个性 就有点浮现了 她就很喜欢宋爱玲 宋爱玲也喜欢孙文 可是后来她选择的是孔祥熙 孔祥熙何许人也 有可能帅顾孙中山抱得美人归吗 孔先生不靠脸吃饭的 他有个比俊俏脸庞更可靠的实力 孔宋家族 他们年龄当然是很好的 因为在经济上面又有互相帮忙 后来孔祥熙还当上 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宋爱玲也展开她 纵横中国财经圈的传奇故事 至于孙中山身边空出的直缺 就介绍二妹宋清凌接替 谁知宋清凌却爱上这个 大她27岁的孙叔叔 甚至搞私奔 让金主宋家树 气炸追到日本 你居然抢走了我的女儿 我要永远跟你断绝朋友的关系 我也永远跟你断绝父女的关系 宋清凌嫁给多父 在他们家是革命的 当时只有宋美龄 在美国的宋美龄 支持她二姐去嫁给孙中山 然而宋氏家庭从实力变权力家庭引人注目 都是从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开始 就连蒋介石跟宋美龄 1922年的初次见面 也是发生在孙中山上海的家 当时蒋介石还有三妻四妾 蒋介石看到漂亮的宋美龄 就对宋美龄一见倾心 想要跟宋美龄结婚 曾经去征询孙中山的意见 当时的孙中山 这个慢调私底说 劝她不要超之过急 那个时候的宋美龄身边追求者众 曾传出初恋情人是南京市长刘继文 两人还在美国订婚 刘继文的官位还是宋美龄替她向蒋介石求来的 刘继文她不是刘美的 她是刘日本刘欧的 所以她不可能在美国去认识这个宋美龄 没有这样的一层关系 刘继文她真正的后台老板 是她的女婿 她的岳父古应分 那古应分是谁呢 就是孙中山以前的幕僚 并跟宋美龄没有关系 这个刘继文因为娶了古婉姨以后 就一日三生 官运横通 才能够出任南京市长 一堆八卦流言全冲着 宋美龄24岁还小孤独处 但身为新女性 她一点都不怕当圣女 而这股自信反而吸引了蒋介石 只是对宋美龄穷追不舍时 宋家上下一致反对 只有宋爱龄恐相惜夫妇支持 1927年蒋宋联姻了 也就在那一年国民党分裂 割裂了中国也分裂了宋氏姐妹 我甚至反对妹妹嫁给蒋介石 二姐 你这是什么话 当初你要嫁给孙中山 人人都反对 我不一直支持你吗 因为就国母的立场 他会认为说 我接受共产党是根据我老公的遗愿来的 因为孙文那时候就是说 联俄融共辅助工农 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政策 但蒋介石是排斥共产党的 他甚至做清党 就是对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的人 他们两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隐藏在政治纠葛下的姐妹司仪不在情深 她们渐行渐远 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 挽救蒋介石的共同目标 才让姐妹俩冰释前嫌 听说周恩来已做了工作 只要蒋介石抗日 西安的事是可以解决的 你刚刚不是说杰石该抓吗 他是该抓 但不该死 也不能死 宋美龄求助姐姐宋庆龄 以孙中山遗孀身份 对张学良 杨虎成施加压力 自己则亲赴西安 与张学良谈判 要求和平解决 他本来就跟张学良有交情 而且还不错的交情 所以说就顺利的达成了协议 当中还有跟周恩来 还有杨虎成周旋 就把这个西安事变和平的解决 这一次两姐妹一起救回了蒋介石 却再也无力挽回早已身边的亲情 重庆是三姐妹最后一次团聚的地方 虽说从财权势来说 宋家三姐妹无疑是在中国近代史上 写下传奇的一页 不过也因三种不同的人生追求 带领三姐妹 走向三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越走越远 终究不得相见